欢迎订阅 e-mail.com 欢迎订阅 世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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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来到自腐通的股市自由针 话这么快 即将就要想想第4季 应该怎样做一个部署 头3季金融市场当中 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第四季究竟可以風平浪靜 還是風起雲湧 只要和嘉賓一起聊聊 Kenny歡迎你 你好 其實頭三季 某些事情大家好像有少少此料不及 我經常都說金融市場當中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黑天鵝事件 大家估計不到 反而暖儲局究竟加息加多少 大家都不應該視為黑天鵝 只不過是有一些突然之間幅度大了 市場真的被嚇一嚇 到了第四季 其實根據過往的經驗來看 在金融市場當中究竟會比較靜 還是過往都是去到第四季 反而大家要最損失的最損失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真的年底才會爆出來 首先第一件事 黑天鵝在我們分析的角度來說是一些預計不到的東西 預計不到的話 在分析時很難放進去 我想帶出一個新的概念 其實不新的了 叫做灰犀牛 什麼叫灰犀牛呢? 即是在大草原裡 你見到一隻犀牛 明顯地是有攻擊性的 你不做任何的防備 結果去攻擊你 即是在日常的投資裡 我們見到已經有一些負面因素發酵 你知道這些負面因素會影響到投資決定 但你沒有做任何的準備 沒有做任何分散風險 到它真的發生的時候 對你的衝擊會更加大 大家,特別我 在這個投資的市場裡 日子比較久 永遠都有些你猜不到的東西 所以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變幻才是永恆 每一年總有一些東西你預計不到 今年來計 我想在說一些俄互戰爭 這個可能是估計不到 美國的加息部分 亦可能比預期為快 但是這樣說 我覺得在第四季來說 還是看不清 為何看不清呢? 首先用一個大的方向去看 很簡單 我們今年在美國面對通脹 40年最高 加息的幅度、力度和速度 是40年最快 即使你是40年前 你是一個20歲的朋友 你多厲害也好 其實你退休了 換句話說 在這一刻 無論是基金經理也好 一些交易員也好 分析員也好 現在這個市場是40年一遇 我們沒有見過的 當你面對一個沒有見過的情況 你容易害怕 容易做錯決定 不單止是個別投資者 甚至乎是聯儲局 他都沒有面對過 我們對上一次說的一些 是滞漲的情況 這麼強硬的加息 福爾克年代 至1980年代 到現在都未出現過 所以 鮑威爾 我叫他爺爺 鮑威爾也未見過的話 其實他一個政策出現問題 出現猜錯若方的機會率 都是大的 所以這件事 我想第一件事 大家心裏有一個盤算 就是現在的情況 這個宏觀環境 是大家未見過的 但是Kenny說到這一點 我也覺得值得一起談談 四十年難得一遇的情況 是否意味著 其實聯儲局 都不可以說是有十足的把握呢 若方就有人認為是錯了 因為其實對於市場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效力 但是修正完再修正了 現在究竟市場覺得他做得對嗎 因為原先大家覺得 可能鮑威爾最錯的那一刻 就是錯盤形勢 看到工作 對 他視而不見 大家覺得 你做得慢了已經是最錯 你覺得他現在 正在修正自己的錯誤味 第一件事 我先幫鮑威爾 先幫他釐清一點 其實他們只是看數據 特別是一個數據 例如非農業生增職位 你會知道每個月公佈之後 其實接下來是會調整的 你會見到之前來計 調整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如果根據實質性的數據 你又不可以說它太遲 但怎樣也好 我只能夠說它的八字不太合 你遇上一些供應鏈的問題 又遇上一些很危機 所以的而且確的加息 在現在角度來說 遲了開始 開始的時間 力度不足夠 亦因為它不斷改變的時間 會衍生另一個問題 當你覺得這個情況 你未遇過 你很想有一個權威人士 給你一些指引 接下來會怎樣做 結果它的指引不斷改變 你對它的信心大減 即是連聯儲局 給市場的信心都減弱了 在現在面對一個 你沒有遇到的情況 然後你賴以權威的 一個組織或機構 你對它的信心都薄弱了 那便找來搞 但怎樣也好 我想接下來 好像它最新所說 即是根據每一次會議 當時的經濟情況 好聽一點 就叫做靈活彈性 不好聽一點 就叫做見步行步 那麼那個能見度 其實一定是低的 如果說能見度低 信心有 即是未盡失的 但起碼都削減了一半 其實市場是沒有什麼動力可以做好 即是說不單是美股 可能是港股 你見到其實港股一樣 都夾集著很多不同的因素 曾經中間發酵過的 除了加息的步伐之外 個別行業的一些洗禮 你見到情況都幾令人擔心 好像內房這個危機 當時就說到 亦都是一個系統性風險出現 其實這些又好像大家說 都未估得你這一樣 第二、第三、四樣就已經發出來了 所以其實第四季 可能還是危機重重 但如果說就著貨幣政策 先說 遲就遲了開始 但後期就很急趕地追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散戶 即是開始搬 快點做一些行動 到第四季夾集中期選舉總統那邊的時候 又會不會放慢下來呢? 我覺得其實這不是他所說的事 這就是當時的經濟和通脹 很多人問我 究竟是加息是加快點 還是加慢點 其實最重要的是背後的原因 最好的當然是經濟不錯 然後我們見到通脹 可能因為油價的下跌 或者基數的效益回落 它不需要加息加得那麼快 這是最好的光景 但是世事哪有那麼好 反而其他一些可能性 包括可能是經濟不好 令到它要減慢加息 或者經濟普通 但通脹高期 它要硬加息 這些都不是一個好事 最差的是什麼? 最差的是經濟滑落了 但通脹繼續高期 被迫繼續加息 這就是最差的情況 你可以見到 在四個的可能性裡 其實有三個都不太好 變相在貨幣政策收緊 都會繼續對於經濟 甚至股市 帶來一些負面衝擊 你看到中期選舉 是的 但中期選舉是11月 所以我想大家現在要面對的 就是9月份加多少 在這一刻來說 到最後決定加息那一天 其實你都未知 所以可見的將來 你繼續纏繞著究竟加息加多少 我覺得其實現在 美股或未來來來說 都會比較波動 從而為港股大力波動 因為大家會在幾個不同範圍裡 走來走去 擔心可能通脹繼續上升 有時希望衝勁通脹見頂 但當多幾個經濟數據是差的話 走多一步就不是通脹見頂 而是經濟衰退 你不斷走來走去的話 市場便會變得比較波動 但我同意 今次的加息應該是猛而短 或是前置息 在加息的初段是快手加息 但當年底的時間 特別過了中期選舉 它不需要再視之一個 比較強硬的鷹派形象 可能會放慢部分 以及考慮基礎效應 理論上 如果油價是聽洗的話 應該通脹壓力是慢慢緩和 只不過大家針對 通脹緩和 下降的幅度究竟有多快 所以我自己傾向 在今年年底 又或者下年的時間 應該加息部分是放慢 但我們在加息放慢的同時 當時經濟是怎樣的情況 這個都有幾大不確定性 如果真的出現一個經濟衰退 又或者滯漲的話 我想對投資市場 無論港股也好 未股也好 都難以獨善其身 甚至不同的資產價格 都很難找到一個避風港 Kenny點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其實除了加息幅度 每次臨近意識會議 總會有投資者說 今次是加0.5 還是0.75 對市場有利一點 其實除了幅度之外 就是究竟加到幾時 時間點都很重要 剛才我們做了一些比較上 悲觀的假設 有四個情景 三個都是對市場不利 問問Kenny 其實加息加到幾時 對市場會比較有利 還是像你這樣說 根本計不到 因為要看當時的GDP是怎樣 因為有些朋友說 如果真的加到檔 明年第一季已經加完 其實市場可能還要頂得住 第二季就有望進入減息周期 又開始回的時候 市場可能就會見好 我們要看多一層 就是究竟它暫停加息 或者放慢加息 甚至減息背後的原因 所以最後還是看經濟可不可以 通脹數字可不可以 你問我 如果下年減息的話 回想看過去數據 何時會減息 通常是經濟不可以 經濟不可以 經濟不可以的話 連帶著企業盈利都不可以 那股市又怎會可以 所以我想大家要問的 不是究竟加多少息 或者是減不減息 而是當時來計 經濟和企業盈利情況 才是最關鍵 似乎要看業績表現 大家要關注業績期更多 通常是給一些意識 或者是給一些宏觀的經濟事件 影響的時候 大家就忽略了 業績都沒有時間看 等Kenny幫我們看完 慢慢解讀 不過一說到經濟有機會 向下滑 大家都說軟著陸 還是硬著陸 其實有沒有哪些行業 特別會有大影響 稍後回來 就要和Kenny一起再談 如果真的踏入經濟衰退的話 有什麼風險因素特別要留意呢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自負通的股市自由針 Kenny 剛才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已經說了 金融市場最怕是一些不穩定性 黑天鵝就完全估計不到 但是灰犀牛就是你看到 但你沒有做防範 就著經濟衰退這個情況來說 其實就應該不是黑天鵝 大家也說了一段時間 由債息第一次出現到掛的時候 就已經計算 還有買時間 買六個月 還是九個月 還是一年才會出現 怎樣去防範這個經濟衰 即陷入經濟衰退風險的時候 我們的資產價格波動呢 有什麼特別的衝擊力大 但不可以碰到 如果說經濟衰退 我都要提提大家 什麼叫經濟衰退 如果你說讀書的年代 就說如果連續兩季負增長 就叫經濟衰退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在上半年的時間 無論香港或者美國 都已經經濟衰退 但特別針對美國的話 我想說 在我的角度來說 什麼叫經濟衰退 其實是說經濟比較全面性 比較廣泛地出現經濟下滑 這樣才是經濟衰退 所以純粹的兩季負增長 這是經濟學家約定俗成 其實美國本身也不是用這個定義 所以在我的立場 美國上半年 未經濟衰退 主要來說 你看回第二季的數據 是因為庫存的減少 令到數字上出現負增長 但相反來說 你什麼時候見過經濟衰退的情況下 勞動市場是這麼穩健的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全面性的經濟放慢未出現 如果要出現的話 應該是下年的事 所以如果你說 我也是比較著眼 短至中線 我看著第四季 看著2022年的下半年的話 這個衰退的情境 就不是我們的基本情境 當然了 你看回一些數據 例如消費者信心 這是重要的 第一,在美國的經濟體系裡 消費是佔了一個比較大的比重 而消費者的信心指數 通常都是消費者支出一個領先指標 即我沒有了信心 我便不消費 所以你可以見到 佔六至七成的消費 其實在第四季來說 會有一步下滑 但是第一 勞動市場也是比較穩健 第二 在這兩年裡 很多人都忽略了 很多美國市民的資產負債表 其實是改善了 所以現在來說 我覺得是經濟放慢 我們一定要根據宏觀環境有個判斷 繼而再做一些資產的配置 所以我們暫時的情況就是 經濟放慢 但未衰退 暫時來說 通脹也是一個比較高位 加息一定會繼續上升 所以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唯有就是分散部署 分散做投資 而在過去這幾年 我覺得投資者是難捱的 為什麼呢? 我都不是太年輕了 其實坦白說 都經歷過很多的上上落落 甚至乎一些所謂的股災 但就算那怕過去的股災 跌得急 但時間比較短 很快就彈上去 但是過去這幾年 我想由去年的年頭開始 像港股建了頂 不斷下滑 又反彈 又再下滑 又反彈 又再下滑 每一次的反彈 大家都覺得是見底 我又再買了下去 再跌的話 是相當消磨大家的求買力 和你的鬥志 到現在的話 最大問題就是 究竟未來的前景是怎樣呢? 我手上的彈藥有限 再買些什麼呢? 我覺得是一個困擾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過去來說 我們比較少面對經濟又差 利率又上升 而通脹又高 我們部署上去其實很簡單 要麼買股票 要麼買債券 當經濟好的時候 企業盈利好 我買股票 我經濟差了 聯儲都會減息 我買債券 但是過去這一年的問題就是 股票、債券 其實坦白說 除了香港的樓市 和美元之外 基本上連這些所謂的加密貨幣 虛擬貨幣都結 究竟怎樣做分散投資 過去這一年是困難的 但無論如何 面對著未來的能見到低的話 第一一定是持有多些現金 第二也是老套些說 又要分散去投資 接著分散了 你再看看前景是怎樣變化 原來美股沒有預期那麼差 我們可以多加一些美股 反過來 美國經濟真的衰退 可能我們要持有債券 甚至乎根據未來的貨幣政策變化 在債券部分 都要考慮 是持有長年期 還是持有短年期 因為大家知道 年期的長短 或是存續期的長短 對於利率的敏感度是不同的 如果我是炒作 未來會減息 我當然會持有長年期 但反過來 繼續加息 我當然會持有短年期 或是一些浮息債券 所以這一刻我也沒有一個簡單的藥方 在你面對40年一遇的情況 可以駕馭到波動性 唯一的就是拿著多些現金 令到自己的購買力在自己手上 當市況如何變動 我們根據市況做調配 將自己的主動權 放在自己身上 應該可以駕馭到波動的市況 令到自己穩造的釣魚船 不會太過驚慌 你便說要好看自己的購買力還有多少 即是我們的子彈充不充裕 假設一直以來都沒有做過減遲的動作 都是覺得可以的頂到的 打算多捱一會 到真的有機會踏入經濟衰退的時候 有沒有說怎樣可以適當的 減一減磅 例如某些行業可能是首當其衝 剛才你也解釋過 消費者信心和消費者的支出 會不會經濟衰退的時候 既然這些數字已經反映得到 他們不會怎樣再開支 消費行業是否需要考慮減遲呢 或者是這個行業在美國來說 其實根據過往的歷史參考 其實真的會蠻蕭蕭的 當然消費減弱了 但如果以一些美股來說的權重股 又不是只看美國的 其實它都是環球的情況 當然你可以質疑 其實環球的經濟都不是好 但我想直接的衝擊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大 所以我想重點是 第一你要看宏觀環境 第二要看當時的股價或者股值 如果是前景未必那麼好 大家都忍忍手不消費 但股價已經明顯地下滑 反而我覺得投資契機可能很好 但反過來 其實想到前景很好 但當時股價已經反映了 往往出事就是這些投資的類別 因為你將前景想得很好 亦都將這個美麗的前景截現得太早 又容易高價買一些相關股票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經常都說了 無論美股也好、港股也好 買些什麼當然重要 哪個價位買 我覺得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你要去看 其實很多方面都值得去留意 包括健康護理 經常都是老生常談 或是經濟好嗎? 有病便醫病 沒有病便強生 你都要看醫生 都是吃藥的 第二,可能 相反來說 我覺得一些能源概念 是值得留意的 這個可能大家會覺得 不是吧? 你說經濟衰退 但又說能源行業 值得留意 當然很難三言兩語解釋得到 但要留意到 以油價為計 其實不是單單純粹看過經濟 因為我們說供求 需求是其中一件事 但供應可能是更加關鍵 我自己由去年年底開始 是判斷今年 應該是今年年頭的時間 都判斷 今年油價會有兩波的升浪 第一波可能主要由俄烏危機所帶動 是因為供應的問題 好了,哪怕大家消化了消息的話 預計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 應該有另一波的升浪 是來自需求的情況 為何這麼說呢? 第一,供應是很難去緩解 始終如果你制裁俄羅斯的話 二、三百萬桶 而整個OPEC 即是油組國家 真正有成餘產能的 只有兩個國家 就是阿聯油和沙特拉伯 沙特拉伯都是一百萬桶原油 成餘的供應量 所以其實是不能夠彌補那麼多 第二,今年來算 如果天氣比較冷 其實取暖用油的需求會大 再加上如果疫情受控 全球進一步是放鬆防疫措施 旅遊,大家知道 飛機用油一定比我開車多 所以當經濟慢慢重啟 理論上當供應不能大幅增加 或者會減少 而需求上升 其實我覺得不應該看得太淡 油價下降低水平的話 是有機會值得去嘗試 部署相關水平 繼而希望第四季 有好一點的回報 反過來說 其實不需要油價大升 因為在80元、90元這些水平 油公司的利潤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 除了一般我們所說 可能受惠國策的股份 一些比較現金流穩定 不受經濟成衰影響利潤強弱的股份之外 比較進取一些 我覺得一些能源 都可以考慮 就是後低吸納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其實Kenny已經幫我們點出了 起碼有兩個行業板塊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所以不用太過心灰意冷 就覺得要是經濟衰退的時候 百劫蕭條 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到 投資當中 我們就在危機當中 發掘一些機會 Kenny下星期回來也要看看 港股和A股 去到第四季 又會有什麼機遇 但始終還有一些國際事件 例如俄烏的局勢 會不會都繼續影響到一些供應鏈 例如糧食方面 除了能源之外 這些都會令到大宗商品價格 有所影響 從而都影響到部分企業盈利 這些話題 我約定大家下星期再和Kenny聊 下星期見 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